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8月29号出席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开幕式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摄影将近两个月到底是不是被拔关 北京当局终于给出答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签署第12、13、14号主席令 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职务 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24号决议 免除李尚福国防部长与国务委员身份 尽管没有进一步说明原因 李尚福因为贪腐遭到调查免职的说法 早已甚嚣成上 前解放军参谋表示 李尚福2017年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是军中游水最丰厚的单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了稳定底层军心 向部队高层开闸 而且只锁定2017年采购弊案 针对性十分强烈 而与李尚福一同重箭落马的人 还有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 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 早就因为婚外情传言丢到外交部长职位的秦刚 如今就连国务委员的身份也失去 习近平两位爱将相继被踢出政治核心圈 也凸显中共权力斗争严重 一定也是有中间某一种政治角力的结果 不管是受迫于内斗压力还是世人不明 习近平提拔了李尚福担任防长 仅七个月随即遭到整肃 也显示习近平对于共产党的掌控 并不如外界所想的稳固 三连新闻是一条报道